75 新聞神報 一個爭議人物的意義 2015年7月8日文宇新聞B01項從樂去年暑期檔 郭敬明的電影《小時代3》 次今時代在爭議中上映,票房最終收了5億元 加上前兩部的票房,《小時代》系列的票房超過13億元 某雜誌做了個專題,請來方方面的人談論它 有句話從連《H》語句中跳出來,次了我一下 它懂得尊重自己的慾望 在我們這代人看來,郭敬明的小說、電影 還有它的處世方式,都略顯浮誇,甚至浮誇都有點了 但在90後或者00後那裡,這都不是問題 每次到大學去開講座,和學生們聊天時 總會發現,它們多半是國敬明的讀者和官契 幾乎人手一拆小時代,它們並不覺得它有多麼奇特 它們和它一樣,懂得尊重自己的慾望 覺得追名俗利,住大房子買奢侈品 只要列所能及,那就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 我們和它們的區別就在這裏 它們的懂得,是種與生俱來的懂得 這種懂得,對於我們來說,卻是種艱深的學問 或者終身與之陰陽相隔 或者要經過艱苦的努力才能集得 我們都是在壓制,貶低自己的慾望中成長起來的 上數幾代人,也莫不如此 我母親給我的教育事 錢是世界上最莊的東西 別人數錢的時候,一定要離遠一點 還有,別人要你點菜的時候,一定要點最便宜的 我們打小就懂得,路過玩具或問具櫃台的時候 要走快一點 長輩如果要為我們買東西 我們得表現出對那件東西的厭惡 這些技能,我們掌握得以上熟練 入佔爐火純青 後來漸漸蔓延到一切領域 協償,拒絕重要的機會,懼怕親密關係,推卸責任 但在我的90後朋友那裡 這些信條都非常滑稽 尤其是點便宜賽者條 他們甚至不認為那是一種禮儀 人家請你吃飯,那肯定是負擔得起的 你吃得痛快,他也開心 但不了下次請他去更貴的地方 邏輯清晰,非常簡單 但對我而言,那是新世界的新知識 開天闢地一聲驚慮 那一瞬間,我想起水木丁小雪所有年輕人 都將在黎明前死去中的七零後女性 他們在嚴苛的時代長大 在小城市度過青春期 時貞粗衛珍寶 對情感、金錢的態度,都靜重而保守 後來他們發現其中的荒謬之處 我覺得我好著我太奶 他當年珍藏著他那塊圓帶頭 省吃劍用地捨不得花 營養不良到一身病 到後來在舊貨市場一塊錢就買一個 他們懂得尊重自己的慾望 我們貶低自己的慾望 只敢追求次等的滿足、次等的愉悅 不論衣食住行、患是肉體和精神 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會貶低自己的慾望 也不是所有時間段的中國人都會這麼做 中國人的時代 是波浪形的、不幸生逢谷底 貶低自己的慾望就是常態 遇到時代的曲線上揚 也就可以好了雙巴忘了痛 對人世的信心死灰復然 可以天真、也可以浮誇 就像周密的武林救世女那種短暫的繁華 我們生在曲線上揚的前夜 郭敬明門生在快速拉升的浪尖 他的那種浮誇淚 有一種信心 相信時代正在走向上通道 基本面良好、圖形完美 理好不斷、不然頸、不會有拐點 我們的鄭重沉屈、我們的仇虎主義 或這種浮誇相比,也未必高明 因為是不得不這樣 結束自己的狗糧時代 是當無知急 我們正在試圖治癒 離那種仇虎越來越遠 只是偶然會想起電影亨利與瓊片美的那句話 這種痛苦的消失 我竟如此不適應